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因为油腻而出圈的追光吧哥哥 虽然风平一般,但也蹭着浪姐的热度,节目也火了一把 在今年,随着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播出,追光吧第二季没办法再顶着浪哥的名头吸引粉丝了 所以也是压力很大,不过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组因为不断有人出事 所以追光吧在官宣的时候就暗暗和隔壁较劲,声称比隔壁的哥哥乖巧 不过广大网友对两家的宣传并不感兴趣,只对节目中的表现很期待 随着最近追光吧第一期的正式播出,广大网友的内心就如坐过山车一般 到现在,这档节目可谓是草点满满,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去年追光吧哥哥的评分,还有4.6分的分数 但是27号放出的节目呢?虽然热搜满天飞,收视1.2 不过评分却只有4.3分的高分,这是什么进步? 带着这样的疑问,小编也好奇地认真观看了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下个人观点 首先,我们先从节目的嘉宾看起 不得不说,在选角上,今年的追光吧 采取了和大湾区哥哥一样的的情怀戏码 在嘉宾的选择上,这一季的哥哥在国民度上明显是要高于上一季的 比如张卫健、吴振宇、吴建豪 很多观众都是看着他们的戏长大的 周小鸥、沙宝亮、陈楚生 他们的代表作谁不会唱呢? 这些人中,最大的惊喜来自于久未露面的香港明星张卫健 节目核心依然维持过去的中年唱跳设定 但张卫健、吴振宇参与唱跳节目的差异化 让追光吧 打出了截然不同的明星台 而剩下的其他哥哥 这次的节目大概可以将他们分为滑水队、全能行以及开口柜的三大类 滑水队伍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张小龙了 别的哥哥舞台要么是唱歌,要么是边唱歌边跳舞 然而张小龙抬着鼓,穿着一身汉服就登台了 当然这个舞台本身是优质的 但他这一登场,把紧张刺激的比赛现场变成了大型文艺会演 虽说有宣扬文化的作用 张小龙作为一名老师是敬业的 作为演员,张小龙的演技也是令人叹服的 他饰演的温太一就是个经典角色 不过这次节目组是让他来比赛的 还是得跟上节目的步调啊 否则也让其他哥哥为难 比如后面的组队环节就叫人为难 组队队长找不到他在队里的作用 可他自己显然不知道这一点 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以为队长们都愿意选年轻的 如果哥哥们喜欢年轻的人 那么便不会让56岁的张卫健 59岁的吴振宇 52岁的周晓鸥当队长 全能型选手就比较多了 大家可能会说张卫健 吴振宇 不不不 比起他们 杀宝亮才是真正的全能 首先 他是中国第一代跳霹雳舞的 高难度所舞 他轻而易举 其次 他会舞狮子 甚至在全国拿了第一名 吴振宇震惊到身子后痒 最后 他还是登坛子杂技大师 也拿过世界冠军 搞笑的是 他在无聊的时候 还会像转笔一样 转扇子 如此种种 就像节目组所说的 沙宝亮是一本阅历百科全书 此外 他还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当年他在酒吧伴舞 因为主场歌手没来 他就去唱了 这一唱就当上了歌手 所以当一身别致造型的他 登台唱首服拖拉基斯基时 轻松地带起了全场的氛围 唱的过程中 他还秀了一口中国人 比较难学的蛋舌 果然还是以前的明星 才是真正的明星 而开口柜的选手毫无疑问 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迪玛西 大家认识迪玛西 应该是因为歌手这档节目吧 在一众实力唱将中 94年的迪玛西 败给被称为 华语乐坛造乐者的林一连 成功斩获亚军 足可见其实力 在这次的追光吧舞台上 迪玛西一曲Stranger瞬间征服众人 网友纷纷评论 追光吧 迪玛西出舞台绝了 稳定输出加完转音色 他唱完后 吴振宇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歌手满江听妈了 连韩笔跳舞算了 张卫健佩服到上前握手 除了迪玛西 来自快乐男生的陈楚生 江潮以及王熙 也是表现得不俗 在追光吧 舞台上 王熙改编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小毛驴》 特有的低沉嗓音 和独特的摇滚风格巧妙碰撞 带给我们一场奇妙的视听盛宴 陈楚生更不用说了 当年的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 还火遍了街头巷尾 这次的表演依旧出彩 除了他们 满江也是一位实力型选手 满江 在当年 可是红遍大街小巷的流量 他曾在出道一年多后 就登上了千禧年的春晚舞台 与同期人气鼎盛的黄格璇等人 合唱了一曲《打个电话》 他也曾出演了一部 名叫《新网》的电视剧 与长宽搭档 剧中的主题 取恋爱中的程式节奏轻快 现在想起来 都似乎还很熟悉 当时的满江 带着大男孩特有的青春气质 是主流视野中的好好先生 凭借这部剧的出色表演 和歌曲的传唱度 后来的发展中 他也延续了影视歌三期的路线 一边推出自己创作的专辑 一边在影视剧中出演一些角色 还曾担任过快乐男生的评委 现在点开恋爱中的城市的网络留言板 也都是满满的时代记忆 除了这种国产 情怀挂 追光吧 作为一档唱跳节目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韩流明星的代表 如同样充满时代记忆的成员倪坤 倪坤当年在团里文弱小弟弟的人设 到现在的节目中略有改变 他在首秀中选择了难度较大的钢琴演唱 扎实的唱歌功底 几乎没有太多改变的颜值和身材 也展示了韩国明星的自律 剩下的选手就可以归结为打酱油的角色了 毕竟官方在后期都给他们的镜头少之又少 不过就这样的阵容 怎么可能到4.3分呢 有人这么说 因为金星镜头一剪霉 哥哥存在感太低了 才导致的追光吧 第一季之所以备受大家关注 一来是因为量解成功 二来是因为金星的犀利点评 因此在第二季 很多观众也希望能够再次看到毒蛇的金姐 说出观众的心里话 但偏偏从节目第一期开始 金星的镜头就被一剪霉 利用了金星的高人气做宣传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镜头 而节目组也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已经让追光吧备受争议 但更让人无奈的是 就连哥哥们的出舞台 也经过后期剪辑 呈现出来的舞台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点 则是抠图水平太差 错别自满嫔妃 观众们质疑的这档节目 完全就是豆腐扎式的抠图水平 完全是在逗我玩呢 当哥哥们的单人召合在一起 组成一张团队海报时 不但队长的站位没那么明显 每一个哥哥看起来都十分怪异 其中有网友提出了 后期抠图存在的问题 请来的制作团队 完全是混工资的水平 不仅抠图毛边全在 每一位哥哥脸上的光线都不相同 有人发红 有人发黄 有人脸色煞白的像鬼 很明显是单个涂层插入 没有使用调色功能 不仅如此 就连哥哥们的图片大小 都不加以控制 使得有些哥哥 看起来明显比其他人小一辈 也难怪会被吐槽制作水平 是在八十年代了 第三点就是土 没错 就是土 这一季节目主打的是去油 但是呢 不能因为油就土吧 以第一季相比 追光吧 加深了节目利益 不再仅仅局限于舞台 PK 而是重在表现哥哥们的突破 但是呢 大家看看这个舞台 怎么说呢 有对比就有伤害 隔壁披荆斩棘 之所以每场公演 都能给观众带来极致的享受 除了哥哥们业务能力过关外 芒果台的五美打光也功不可没 两者相辅相成 而追光霸2在了舞美上 每个表演都是相同的打光和不景 再加上番茄台老土的审美 给观众呈现的就一个字 土 这一期视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